今年的五一假期 售楼处格外冷清 开发商们不仅没能用花式促销收获多张喜报 有的甚至还因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被政府部门处罚 5月5日 苏州昆山住建局发布通报文件显示 昆山家宝网上职业有限公司在齐开发建设的孟芝月花园项目 昆山常态职业有限公司在齐开发建设的上宾花园项目销售过程中 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 扰乱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 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上述项目暂时关闭网签 待整改结束后予以开通 其中被处罚的昆山常态职业有限公司是苏州万科旗下的项目公司 苏州万科持股60% 广州广电房地产持股37.5% 开发项目重视万科长千藤上名花园 负责该项目的一名中介销售人士告诉记者 项目的优惠活动是4月29日开始 如今还在继续 不确定何时会收回 此次推出的是项目三期的最后一批房源 共300余套 在五一价期前一直是安倍安价1.8到1.9万元每平方米的单价销售 此次推出的特会政策是一房一价 每套房源优惠30万左右 最高可优惠32万元 直算下来均价约1.4万每平方米 相当于75折至8折左右 有了 有了 公司的长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